他微微一笑,背过手仰面淘天,没有张望,他做出了暴气失足的样子,不过背在背后的手,微微地勾动了两下,后面的任长风一泄无中退进,看见他的长风,心灵贵神的不光不狼地走上前,伸手入拐,从刀里掏出一片枕叶,沉沉沦。 六月五,寒风吹,一片枕叶,向南飞。